嗨 大家好 我球尾彭真彭真 那之前呢 這個單元呢 我們拍過了籃球 上一次我們拍滑板 今天呢 我們要拍一個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貴族運動吧 今天呢 我的來賓是 前職業網球選手 啟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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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覺得你剛剛少講了一個東西 我是現籃球YouTuber 你現在也要開始跨我們籃球界是不是 滑在你對手 你小心點喔 第一問題想問啟哥是你 從什麼時候開始打網球 我的開場算是晚的 因為我高一才正式加入球隊 那他們就是有體育班 我就是網球隊的 那在台灣呢 像你自己知道的情況下 高中大概有多少所學校有 這個所謂網球的體保身體資深 高中的話真的是蠻多 因為不只北部嘛 中部 南部都多 尤其是近幾年的中南部的學校 開始慢慢的崛起 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像網球它很需要有一個特別的場地 它不是隨時隨地都能玩 一般人要踏入這個領域 其實門檻相對來的高 網球的確不是一個像籃球 可能我去運動公園 我去現場就說不好意思我想要抱隊這樣 網球的話你自己就已經要先準備好你的球具了 因為現在網球場有分三種嘛 硬地 草地 跟紅土 對 沒錯 那像我們今天是在硬地 像這樣如果我們要打的話 一個小時的價位大概是多少 網球像我們這樣的球場呢 打要打一個小時呢 可能100至500中間 不一定 那其實比我想像中 可以耶 可是這是純粹場地費喔 如果不包含教練費 那我們今天這邊是硬地 在我心中會想像紅土這種 地應該就更難整理對不對 那它的價位會比較貴嗎 價位並不會說到特別貴 但是呢就論經營者來說 紅土的場地的確是較難保養 高雄的紅土場地是非常多的 在紅土球場呢有一個規則 是當你自己打完球以後 你必須拿它有個拖場地的東西 去整理你自己的場地 連現今世界第一的網球員 Raphael Nadell 他每一次自己練完球之後 他都要求自己整理球場 接下來就開始告訴大家一些 你打網球大概的費用 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不同的球場一定會有不一樣的球鞋 所以網球鞋它注重的是什麼樣性能 它的價位大概落在哪邊 網球鞋最主要其實是注重左右的橫移 那網球鞋有分三種 硬地鞋 紅土鞋跟草地鞋 至少你就要有三雙鞋嗎 如果你要打網球 沒有草地鞋 紅土鞋 如果你真的是到非常非常專業的時候 可能你才會感覺出它一點點差別 網球鞋價錢並不會因為你的鞋款不同而比較貴 鞋子的價錢都差不多落於3500至4500中間 像籃球鞋的話就是以Nike跟OIDAS Under Armour 這些運動品牌為首 那網球鞋的大概前兩個是哪兩個品牌 我個人認為網球鞋一樣是Nike跟愛迪達 但我必須說這幾年亞瑟士也是有崛起 而且許多選手都跟我說穿亞瑟士的球鞋 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衣服跟褲子有什麼特殊要求嗎 衣服跟褲子其實還好 可是衣服跟褲子是注重排汗性 有些人可能你穿一件衣服 你就是打三個小時 T恤大概就是應該就是1000多塊左右 褲子跟衣服的價錢都差不多是1000多塊 那一年就差不多有四大公開賽 那四大公開賽會推出不同顏色 那溫布頓固定都是白色的 那他有規定說這個賽事我需要穿有領子 不會規定有領子的 只有規定你一定要穿全白的 只有顏色的規定 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跟一般運動來講 都不會差太多 我猜應該是最貴的應該就是球拍對不對 對 沒有錯 球拍的價位差不多位於5000至1萬 網球的牌子最主要的分為 Boblet Wilson Yonex 這支呢就是所謂的Wilson Roger Federer的球拍 論牌子不同會有所謂的特性的不同 像有一些球拍是屬於力量型球員 那像Wilson球拍的性質呢就是甜蜜點較小 但是屬於控球型的球拍 那1萬比5000好的是好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喜歡Wilson球拍 所以可能是跟品牌有點關係 跟品牌也多少是有點關係 一顆網球要多少錢 如果是初學者 我不建議說你打到最專業的球 你可能打那種練習球刷的感覺 那比較貴的像這種專業的話 比較貴的可能就是150 而且有 一顆150 沒有沒有一桶 一桶只有三顆 就一顆50塊 那尤其是像我們以前在球隊練球的時候 曾經有教練拿一顆全新的球 就說我要你們在兩個小時內 把這顆球上次抽到不見 所以對於選手來說球真的是最大的消耗品 那剛剛總結完我們的球拍呢 衣服球鞋呢 大概就是12000多塊左右 不包含球 球拍是5000塊 截至目前為止 裝備是比我想像中來的便宜的 其實網球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真的那麼貴 但我覺得最貴的其實是在教練費 教練費呢 通常不做的教練基本上都是1000起票 基本上你大概1000上下的話 你都可以請到以前是提保生的教練 剛剛聊完我們這些一系列我們 這個運動的開箱費用之後呢 像籃球呢 如果你今天要成為職業選手 他是會有球隊 誒 副棒譬如說夢想家 Rekuni嘛 誒我要你這個球員 那你就變成職業球員 網球呢 他是怎麼樣機制能夠成為職業球員呢 應該說網球職業選手是人人都可以當職業 但是有幾個比較困難的點是 網球的比賽呢有所謂的會外賽跟會內賽 會外賽贏基本上是沒有積分的 如果青少年有一個叫做所謂的 ITF比賽 也就是青少年的積分 那個也是有所謂的世界排名的 例如說你到達18歲以後 你就不可以再打ITF的比賽了 你就要轉戰職業 那也就是所謂的ITF future 未來賽事 那這個有點像是介於青少年選手 跟職業選手中間的跳板 所以你在這未來賽事 你只要 取得積分 一定的名次就會得到積分 你取得積分你就會得到名次 那你就可以去報所謂的ATP挑戰賽事 Future這邊就已經是代表你是職業選手了嗎 對 那我就問你一句 你積分有多少 我曾經呢在未來的雙打賽 打到兩次的八強賽 八強輸的選手是曾經排過世界二十幾個選手 ITF的機制每一年都在蓋 所以我打的那兩年呢 剛好是你要打到四強 你才會取得所謂的ATP積分 所以當下的我是沒有取得ATP積分 我取得的是ITF的積分 然後呢 ATP的積分呢 就是所謂的世界排名 ITF八強賽事 那次大概拿到了 總共是三十分的積分 因為我打到兩站八強 網球呢 它能夠成為職業的門檻 是相對籃球來講 我覺得是比較低一點 但不是人人都可以當強的職業選手 這樣真的呢 能夠靠網球呢 維生 它不用 我所謂維生是 你不用去教球 那個是要世界排名 至少要前 一百 前一百名才有這個機會 前一百名才有這個機會 因為網球呢 它其實就靠兩份薪水 一份就是來自贊助商 對 沒錯 另外一份就是來自 賽事獎金 剛剛講到獎金呢 就會有我們的四大賽 分別有 奧網 法網 溫不頓 跟美網 這四個是按照時間的 對 那四大賽事呢 就是我們總共 網球 一年度裡面 四個獎金最高的賽事 它可以高到 高到多少 那就奇哥知道 之前大概價位是 落於 三百多 接近四百萬美金 那能夠靠這樣的 其實就 都是你 你知道名字的那些 對 在四大賽下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賽事是 ATP1000 那ATP1000呢 是一年度總共會有九個 對 那它這個一千呢就是一千積分 是不是你的獎金會決定你的賽事是到哪一個 差不多 台灣的最大的賽事呢就是我們高雄的海獸杯運 它的等級是在哪邊 我們海獸杯賽事是 ATP挑戰賽 十五萬的賽事 一百五十分的積分 那今天呢大家知道說 你如果能夠成為頂尖的網球選手 你只要在四大賽 你就可以有這麼高額度的獎金 不過通常都是那前十名在拿到的選手 對 所以呢 在世界上呢 養活這些網球選手呢 是真的是 相對籃球是更少的 非常辛苦 那等一下呢 我就跟祈哥好不好 接觸我 第一次的網球訓練 我們就稍微來動一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還想看我們開箱什麼運動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那最後呢 祈哥呢 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好不好 因為頻道現在最近在一些小改革 對 沒錯 記得訂閱 裡面呢就是會把我認為是最狂的東西 全部開箱給各位分享 像我們之前就開箱過月餅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一個運動見 Peace out